现在是2004年5月13日 胡人对着马刺 西部半决赛的天王山之战只剩下最后0.4秒 胡人还落后一分 此时在场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欧布连线的身上 却忽略了他们身边那个矮个子的冷血杀手 而他即将缔造让后人嘖嘖撑起的神迹 欢迎来到绝杀时刻 让我们仔细看看胡人最后一公的阵容 老威菲尔 侠克奥尼尔 黑曼巴Kobe 尤柴曼隆 以及手套Payden 坐拥四位名人堂成员的F4胡人阵容星光璀璨 但表面的光纤却藏不住背后涌动的暗流 2003年季后赛 胡人止步半决赛 王朝四连贯梦想破灭 同年夏天 科比爆出英俊丑闻 Shaq则因为续约问题和管理层撕破了脸 欧布连线的矛盾也已经公开化 至于为球一贯低薪来头的油拆和手套 一个伤病累累 一个则显得秀迹斑斑 另外顺带一提 主持人Fair Jackson也基本确定在赛季结束后走人 就在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气氛里 胡人常规赛取得了56胜26伏的战绩 接着在半决赛遇上了老冤家 圣安东尼奥马茨 自从公牛王朝解体后 联盟就进入了马刺胡人两强争霸的时代 从1999到2003年 两队包了来这五年的冠军 这期间两队四次在季后赛碰面 并各自赢得两次胜利 这也就难怪 当两支球队六年来第五次在季后赛交手时 大伙都说 谁赢得这轮系列赛 谁就能最终问顶 前四战 比赛都欠缺了一点悬念 拥有主场优势的马刺率先取得两场完胜 但后两场 胡人也在斯泰普斯竞胜马刺32分 系列赛不可避免地迈入天王山 首截 胡人反客为主打出24比18 此后两队展开了艰苦的肉搏战 后三截得分都没能超过20分 进攻就如机器般精密预转的马刺 居然也在14分钟里连续送出13个食物 胡人一度在第三截取得16分领先 然而三截过半 胡人突然断电 长达7分钟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运动战得分 马刺依靠德本·布朗 没错 又是他 他连续把握空位机会 将胡人优势渐渐蚕食 最后5分钟 本是属于Duncan的独角戏 宛如定海神针般的三头拳中 外加两次罚球 还包括这几近乎是准绝杀的神奇重头 0.4秒 石佛只给胡人留下0.4秒的时间 我们都知道0.4秒很短暂 但你真的理解这在NBA是个什么概念吗 回想89-90赛季 NBA首度将计时器精确到0.1秒 但很快也就遇到了问题 当赛季1月份的一场比赛里 尼克与公牛在比赛时间 还剩0.1秒时依然占拼 但尼克的Trenk Tucker 却用这0.1秒完成了夸张的三分绝杀 赛后时任的公牛主帅Fir Jackson 愤怒地向联盟抗议 0.1秒根本不可能完成接球出手 当然比赛结果无法更改 但禅师的抗议还是起到了作用 很快联盟推出了Trenk Tucker规则 自此如果一名进攻球员想要完成一次投篮 时间至少还需剩0.3秒 否则就只能通过空中接力完成进攻 所以此时此刻 全世界或许没有任何人比禅师更清楚 0.4秒虽然短暂 但用投篮一箭封喉并不是没有可能 那么问题来了 谁来完成这最后一头 最优解当然是欧布连线 如果能顺利地给到奥尼尔的空中接力 那当然再好不够 但整场比赛 Shaq在马次严密收缩的进取中就出手了九次 老大的Pop有可能在这个节骨眼 给他接球的机会吗 所以Kobe就成为了最有可能的英雄 也的确 那个赛底的Kobe就已经半野过一次英雄 常规赛说观战 黑曼巴上演的寂静四所的双绝杀 这场宝贵的胜利 也让胡仁在例行赛的最后一天 从西区第四越胜至第二 让马次与胡仁对决 提前在半决赛上演 然而这场比赛 Kobe的状态瀑布 全场27投11中 但他还是在最后11.5秒投进了关键球 不过最后时刻 两队各自喊了三次暂停 第一次发球 Pubbridge主动叫停 而第二次和第三次发球 无论Kobe选择跑向底角 还是向外准备在三分线外接球 Ron和Hory都是死死地贴着他 根本没有接球的机会 好了 这么一来 选项只剩下了两个 40岁的邮差和29岁的老鱼 好吧 当时还是小鱼 Fischer和Kobe 同为96黄金一代的成员 两人也是唯一全程见证 胡人五逛伟业的球员 老鱼季后赛打的最棒的一轮系列赛 就是对着马刺 2001年西决 胡人对马刺完成横扫 Fischer四场三分 二十投十五中 几乎弹无虚发 此后老鱼几乎一直稳坐胡人先发空位的位置 02-03赛季还打满了82场先发 但来年手套来了 他只能冲回替补席 但替补的身份并不影响禅师对他的信任 整个系列赛 最后时刻与F4一起站在场上的都是老鱼 因为他的空位三分 因为他的防守经验 这些对于志在重返巅峰的胡人来说 都是无比宝贵的财富 但比以上更重要的是 与常常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老邮差相比 老鱼天生就是为大场面而生 只是这一回 老鱼肩上的担子可是无比沉重 众妙性不亚于抢期的天王山之战 胡人领先了整整三节 却在最后时刻断点断送好聚 如果胡人不能障眼奇迹 对手的神奇一头将被拥在实测 变成背景版的他们 也极有可能连续两年被老冤甲在半决赛 就送回老家 F4胡人也将成为永远的笑柄 那么他能够扭转乾坤吗 欢迎来到 绝杀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